泰坦甲虫一,泰坦甲虫,在南美洲亚马逊雨林地带,生活着一种神秘的生物,它们就是这个地区独有的泰坦甲虫,是世界上最大的甲虫,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昆虫种类之一,成年甲虫一般体长度可以达到16.9厘米左右,如果再加上它们那两只长长的出角,体长可以达到21厘米,它对人类无害。 中二,中双丝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昆虫,它们有点像我们在新的星球大战中所见过的最酷的东西,这些巨大的虫子是非常温和的生物,很害怕人类,在马来西亚的山坡和森林都有发现这些看起来像叶子的昆虫,这是它们躲避捕食者的伪装。 犀牛蟑螂3,犀牛蟑螂,也是寿命最长,世界上最大的蟑螂,原产于澳大利亚,是记录中全球最重的大蟑螂,成熟有时需要5年,寿命可以超过10年,与其他蟑螂不同的是,它们没有翅膀,犀牛蟑螂是有一些之上的,一般不被视为害虫,有些人会把它们作为宠物饲养,子带蚂蚁,子,子带蚁,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蚂蚁种类之一。 栖息在中南美洲,主要分布在亚马逊地区的雨林中,而且样子和外貌与黄蜂的祖先相似,数百万年来几乎没有什么改变,由于进食习惯等原因,这种生活在拉美森林中的蚂蚁,总是单独逆食,它是一种小型的毒蚂蚁,体长大约3厘米,它们会分泌一种毒素,于是昆虫,甚至小型的蛙类都是它们捕食的对象。 据说,这种疼痛比被子弹击中还蛮瘦,竹节虫,虎,巨型竹节虫,是世界上最传的昆虫,因为它们不会飞,爬得非常非常非常之慢,就像根棍子一样,可以融入到周围环境中,这种食草虫色经常散业间活动,其有章树,可以说是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。 这怪怪样的虫子还有其他的名称,毒魔鬼之蟒和魔鬼的枝骨针等,巨杀中,6,巨杀中方生活在新西兰,事实上,它可以举起三只老鼠,或者一只很大的麻雀,这东西只在新西兰的小巴里尔岛上有,因为离开了本土,这么偏远之所以没有天敌,这种长得像蟋蟀的昆虫,可以长到非常大。 阿特拉苏俄七,阿特拉苏俄一图俄,主要生活于中国南部和东南亚的热带雨林中,因它的翅膀像地图而得名,事先看上去一像舌头,可能用来比例捕食者,这些漂亮的飞蛾在新加坡最为常见,特别是在十月至一月期间,沙漠珠峰,方,沙漠珠峰,似乎只活在英国全家的地方,比如摩洛哥和尼泊尔,但实际上世界上各地都有这种湖峰,是新墨西哥州的周同,这种一般美丽, 一般危险的虫子是狼猪的天敌,狼猪很害怕它们,一看到甚至会发开腿赶紧跑,巨型水春酒,巨型水春,世界各地都有,在某些地区被称为红军,并不咬脚纸虫和饿鱼太大等,通常生活在淡水池塘和小溪中,这些口味的东西在泰国被认为是一种美食,其实很多东西在泰国都认为是一种美食,爆炸蚂蚁食,爆炸蚂蚁,马来西亚的一种奇特蚂蚁的冰蚁, 其体内有装着毒气的巨大体现,当它们感知到危险状况时,汇聚集体内的本里系气体,将自己的身体引爆或者喷射出毒气,一旦被禽,它们便使劲收缩腹部,把体壁崩裂,将毒液喷到对方身上,为了保存群体,它们牺牲自己,充当虫体炸弹。